這個球打得還蠻高的 看著球 Sayonara 這個陳文傑大的有夠遠的 把這個球擠得完全咬中了 現在變成一分差了 本季第五轟出爐 雖然現在是98球 但是教練團要考量的是 現在只剩下一分的領先囉 是不是要換投手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都要趕快去做一下變換 看來似乎是沒有什麼動靜 但是因為有被打這一轟 所以這一局要是可以 現在結束的話 我覺得九局可能還是會做投手的更換 因為跟陳文傑糾纏到了滿球數之後 被掃了一隻大號的Homeround 這顆打得有夠遠 在前面幾句有提到 就是黃子鵬的滑球 如果是從外角到紅中這一個軌跡 對佐伯達者來說會比較有趣 記得要訂閱高市體育YouTube頻道喔 訂閱訂閱